提起法国 总会有各式各样的美景 浮现在我们眼前 塞纳合作的咖啡 香榭利涉大街的落叶 风单白露的城堡 王尔赛宫的花园 卢浮宫的雕塑 奥塞的油画 哎等等 为什么都是在巴黎 法国可不只有巴黎 事实上 巴黎就像中国的西安加洛阳加北京一样 在这国家的大部分历史里 占据着首都的地位 但是中国历史也有安阳的英雄 南京的古都 法国自然也一样 事实上 在罗马时代 法兰西这个名词还没有出现 那时候的高路人 把首都就设在了里昂 而在诸如百年战争 宗教战争 一战二战等动荡的时期 也会有特鲁瓦 土耳 波尔多 维西 当然不要和法国人过多谈论这个 特别是二战时候的维西政府 这就像咱们听到别人说 长春也有皇宫一样 每个国家都有一些不愿提起的伤疤嘛 而要知道理解一个国家的城市 或多或少了解一些地理常识 总是有所避意的 就需要了解中国 至少之前知道长江黄河一样 法国有五大河流 塞纳河 塞纳 卢瓦河 洛纳 罗纳河 厚纳 加龙河 加厚纳 莱茵河 黑 塞纳河从法国西部 一直流到比利时境内 因为穿过巴黎 而成为法国最有名的河流 但是它并不是五条河流中最长的那个 卢瓦河是这里面第二场的河流 是一条完完全全属于法国的河流 大家可能对它并不怎么熟悉 但是如果想要在法国深度的旅游 这条河流极为重要 因为卢瓦河上游包括香波堡在内的城堡圈 包含了从中世纪到巴洛克时代 尤其是那个辉煌的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 数十座城堡 它就像中国的黄河一样 沉淀了太多太多国家的历史 底蕴 而与瑞士共享的罗纳河 相信深在里昂的各位都不会陌生 这也是我们所在省的名称 加龙河设置五条河流中最短的一个 长度差不多是卢瓦河的一半 流经法国和西班牙 这两个国家由比利牛斯山脉 Le Bichene分开 而莱茵河则是最长的河流 流经了德国 奥地利 瑞士 荷兰 列支敦士登和法国这六个国家 如果你想用拟人生法来描述这些河流的时候 请注意 可能因为德奥彪悍民风的影响 只有莱茵河是阳性 Le Hay 其他都是阴性哦 这和咱们一样 我们不是也有母亲河之类的说法吗 而法国的行政划分也和中国比较类似 不同的是 他们从2016年开始实行所谓的大区制度 HERION 将法国分成了13个大区 但日常包括气性等事物 还是不常会涉及到大区这个概念 省De Bachtman和城镇Gaumune 这两个概念更为常用 比如我们在Aigure本地的邮局寄信 就会在地址后面写上Aigure69130France的城镇信息 然后投入既往Horne本省的信箱即可 如果既往省外 则投入既往省外的信箱即可 不用纠结于是否要在地址上明确省的名称 事实上 这些信息在69130这些编号上面 就已经标记得清清楚楚了 而在市下面 还有区的概念 Achou dies吗 这和中国一样 只不过法国城市的区 只是用数字来标记 但是这并不代表这就毫无用处 如果您留意过巴黎20个区的分布 就会发现它们形成了一个蜗牛壳的形状 法国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国家 笃信天主教的历史 使这里大大小小几乎每座城市 都有自己美丽的教堂 而灿烂的文艺复兴 巴鲁克时代和印象派时代 更使得大部分城市 都有着自己的博物馆或者美术馆 里面的油画虽然不一定和卢浮宫相比 但是一定足够精彩 当然卢浮宫没有印象派 和对岸的奥塞博物馆 才是印象派的卢浮宫 这里也是近代工人运动的发端 有一天走到里昂老城 看到历史遗留下来的运私通道 您是否会想起世界三大工人运动之一的 里昂斯之工人运动呢 越多地向城市询问他们的故事 他们会给你带来更丰富的体验